你知道中国队的法国外员菲利普身上穿的这件奇怪的背心是做什么用的吗? 这件背心的全称是人体降温系统。 由于在F1摩托艇比赛中,选手要穿上厚厚的防护服,坐在密封的驾驶舱中,参加将近一个小时的比赛。 赛手身体承受的温度可想而知。 为了保证赛手在高温状态下的判断力和注意力不会下降,这个人体降温系统就被设计了出来。 它的重量有4公斤,在40摄氏度的环境里可以使用6个小时。 这套人体降温系统是由身上穿的白色背心和这个类似背包的冰带组成。 背部冰带中的冰水通过水泵在白色背心上的这些蓝色水管中循环, 以达到降温的效果。 冰带中的水可以循环利用,而融化的冰水还可以通过肩部的水管引用。